好啦 繼續來關心這個苗栗 今天增加一個更新的病例 是六月施電阻槍的一個儀缸 這個堤南科學橫区電阻槍的 困住感染已經已經清零了 我們聽苗栗館長吃藥槍 最新的水平 這個時候就隔離於集中檢驗所 10到14天的移工 那載一人一室隔離 所以沒有公共的活動史 現於集中檢驗所隔離之中 那對於社區還有工廠 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 那請各位來放心 第二個就是截至目前 我們整個苗栗館 累計確診的個案為554人 那其中這個外籍移工的部分 有454人佔了82% 這個佔的比例非常重 那本土的部分則有100人 100人佔這個總值的是18% 顯示我們移工的分流降載復工 以及加強防疫管理策略有效 成功的阻結社區傳播的一個傳播鏈 那再來跟各位報告的是 新冠疫苗施打的情形 在第三波這個疫苗開打的時候 那開放了一般民眾75歲以上 還有原住民有65歲以上的長者 在六月二十一號到二十二號兩天的時間 總共施打了這個疫苗的人數 有三千五百三十六人 這個還要再繼續的加強 還是呼籲長者們要踴躍的接種疫苗 多一層的防護力 就多一層的健康的保障 希望各位還沒施打的 趕快在自己的體面 趕快去施打 那再來就是跟各位報告的是 為了要加強本縣 孕婦對新冠肺炎的抵抗力 在今天二十二號起 開放孕婦施打新冠疫苗 孕婦也可以施打 並可以選擇AZ或莫德納